哈喽 由于还有很长的时间才要回去跳舞 所以我就先开个直播 跟大家唠唠嗑 怎么样是不是很惊喜 没有想到吧 这就是居家工作的好处 涂一个口红 感觉那个口红太淡了 上镜看上去很没有血色 我现在看到了 请叫我快女 我现在看到那个屏幕里面 我的嘴巴一点都没有血色 仿佛中了毒 我取的名字是后面那个 Stella 怎么了你们已经开始准备刷屏了吗 在中心公演真的 楼下也没地方待呀 只能先回来了 然后等会再下去 能开很长时间的直播呢 你们看我瘦了吗 我也不知道我瘦没瘦 这几天在中心吃饭什么的 怎么说呢 每天都吃食堂 也不知道就是胖了还是瘦了 瘦了 救命啊 下面的舞台灯光还不错 好像是的还可以挺亮的 我一天吃两顿呀 但我今天只吃了一顿 而且我今天我今天真的 我和美食无缘 我中午就没有吃到饭 因为我中午七晚了 我一起来一看都已经十二点半了 算了不吃了继续睡吧 因为我们午饭时间是十二点到十二点半 然后呢我下午 下午干嘛来着 下午化妆化妆之后去做造型 正好我是五点半开始做造型 做完之后都五点五十了 所以我又和吃饭没什么缘分了 做完造型之后我过去盛饭嘛 然后呢我就拿起来那个一次性的盘子 过去 我看到菜还剩下一些 我还觉得嗯 不错不错 还有剩饭呢 然后我一看那个米饭 里面已经见底了 我是从 我拍的照片你们看到了吗 我是从它那个边上和那个 底下拔了出来的那些米饭 我打完了之后就一点米饭都没有了 对我是从上面这样刮下来的 真的好惨呀 然后我打完了之后一点饭都没有了 后面人都基本上都吃不到东西了 赶上了最后一口饭 然后等到我去打菜的时候 我就眼睛了那个菜一点一点的变爽 因为我当时还在排队嘛 前面还有四五个人 然后菜呢 那个菜本来就快见底了嘛 然后前面那几个人打完了之后呢 就没了 就只剩下了一点点的红烧肉 还有那个粉条白菜 剩下的那两个菜都没了 就真的好惨 现在饿吗 我现在有点饿 没关系我可以煮泡面吃 我觉得高中抢食堂也没有这个样子吧 也是能抢到饭的吧 我宿舍只有泡面了 我的睫毛好难受呀 我要加一下 又戳眼睛了 我的眼睛都变红了 好难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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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说了我的眼睛 救命啊 我这 就是找不到那根睫毛 但每次都是那根睫毛在戳眼睛 但是就是看不到是 怎么回事 算了就这样吧 我经常穿的这个衣服都已经好多年了 再见制服的衣服 天呐 很有年代感啊 这衣服起码得有8年了吧 因为我们歌单只能从S队以前跳过的舞里面选 只能从 只能从S队以前的公演曲里面选 然后我们就选了再见制服 确实是再见制服了 这个年龄不适合穿了 后面还有一首 James Power 对啊 这个衣服比我在8的时间还要9 谢谢玫瑰花 谢谢玫瑰花 嗓子好难说 哦 我们发了那个就是 自测的那个东西 我还没有测呢 就是这个东西 还没有测 一会测一下 但是呢明天又要 又要去做核酸检测了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还要发这个 谢谢奶茶 我们好像明天6点多就要起来去做 我希望我们明天6点多起来的时候 真的能坐上 因为前天 不对 是昨天吗 是昨天的事情还是前天的事情 上一次做核酸 哦是昨天的事情啊 完了我已经分不清哪一天了 反正就是上次做核酸的时候嘛 然后让我们7点下去做 对我已经没有时间观念了 已经没有 已经分不清白天晚上 还有日期了 鸡蛋玉米红薯粥 嗯我就只记得鸡蛋玉米红薯粥 反正就那天说是7点做嘛 然后大家都起的很早 我7点下去的时候已经排上队了 从来没有见过大家那么积极 现在大家都好积极啊 做核酸还有吃饭都特别积极 然后7点 我是7点整下去的下面都已经排满了 然后大家就在那等嘛 等了一会之后呢 还没有让我们去做 然后叔叔就把饭端出来了 就把早饭端出来了 就吃早饭 吃完早饭之后又在那等都已经8点多了 然后跟我们说还是做不了 然后我就先回去继续睡觉了 睡了一会会之后 大概9点半的时候吧 又把我们叫起来 让我们去做核酸 所以我们起那么早就是吃了一个早饭 希望明天6点 多的时候真的可以 做上核酸 哇谢谢 今天也很英俊的狗蛋 为我送了99个荧光棒 因为早起真的很难受 好久没有6 7点的时候起床了 真的很难受 但是呢早起有一个好处就是 说不定真的有早饭吃 其实我 我觉得吧吃早饭还是很健康的 只可惜呢 如果不是做核酸的话就没有早饭吃 吃早饭早饭好好吃啊 那个玉米超好吃 鸡蛋也很好吃 好渴呀我要去找个喝的 嗓子都干了 我最后一瓶喝的 啊救命啊 啊 最后一瓶喝的 这还是我从家带过来的 谢谢荧光棒 哎呀我活过来了 我跟你们说 就在我 就在我非常渴的时候 然后我发现我已经没有喝的 我就很绝望 但是呢我昨天 我昨天翻我从家里面带过来的东西 我发现我妈给我装了两罐这个柠檬茶 啊我爱妈妈 妈妈真好 走投无路的时候看到了一丝希望 当时我们家就只剩下两罐柠檬茶了 然后 结果就发现我妈把它全都装过来了 谢谢园林芋泥的九十九个荧光棒 不过没关系 我今天喝完这一罐之后我明天又有喝的了 因为 因为小猪老师他帮我们带 他可以去那个 那个饮料机那里帮我们带 就很好 谢谢玫瑰花 小猪老师真的太好了 大好人呢 上一次不能点外卖的时候 就是小猪老师给我们带过来的外卖 他那个时候刚好从家过来教我们跳舞 他就问我们有没有想吃的东西 或者想喝的东西他可以点外卖 然后再帮我们带过来 然后呢大家就点了那个 奶茶还点了鸡蛋仔呀什么的 他就全都帮我们拎过来了 然后呢刚刚又说要帮我们 明天的时候带饮料 为我们想喝什么 中心里面那个饮料机已经好几年没用过了 他就是个摆设 我想把他那个里面的可乐 掏出来 因为他在上面还摆着几瓶可乐 但是吧掏出来估计也过期了 明天做核酸 我明天要 我明天要卷死他们 我要非常早的下去 然后排在前面 然后就早做完早去超市 或者是我可以先去超市 然后再去做核酸 但是超市那个时候不一定开门吧 太早了呀 谢谢史悦斯通斯的99个荧光棒 超市不可能6点多就开门吧 而且我感觉超市的东西上次都被大家抢空了 这次不一定还有东西 不是上海的超市 是我们园区里面有一个小超市 我希望老板 之前存货多一点 这样子明天过去都还能买到东西 但是6点半真的不一定开门哎 6点半也太早了吧 我上一次没有去买东西 是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我过去的时候那个门口已经挤满了人 我就想着我就算我能进去我也买不到东西啊 还是算了吧 我就走了 真的很夸张 很多人在那边等 他好像是进一个出一个进一个出一个 就特别像是那种 逛那种奢侈品店 限流 一对一VIP服务 那如果我进去的话 我肯定买一堆东西 不能浪费名额呀 享受着这种买奢侈品的这种待遇 然而花着很少的钱享受我这种待遇 肯定要多买一点 也不知道5号到底能不能解封 再不解封我就疯了 啊 我跟你们说上次 甜甜她说她买了好多零食 然后我过去看了一眼 她跟我说我你看我有好多零食 就是这么长时间以来 她第一次跟我炫耀她有零食这件事情 她之前都没有从过的嘛 然后一直就是到处找人拿吃的 或者借吃的什么的 然后上次她买回来 就开始跟我炫耀说 你看我有好多零食 然后我看了一下 也没有很多呀 我觉得如果给我的话 我可能一天就吃完了呀 她是不是对很多有什么误解 她可能太久没见过那么多零食了吧 我看了一下 啊这也叫多吗 真的 我就想如果这个机会降临在我身上 我就应该让她见识现在是什么叫做有很多零食 可惜我上次没有得到这个机会去买零食 对 对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多真的不一样 不是一个概念的 谢谢这位 我只认识一个字的粉丝 我只认识两个字的粉丝 五什么什么尊 嘉心路任正非为我送了99个荧光棒 五月独尊吗 好的感谢这位五月独尊的粉丝 长知识了 谢谢玫瑰花 明天给大家上一课告诉他们什么叫上货 我希望那里面的货物还够我挑选 这已经不是我先想好明天买什么了 是有什么就拿什么吧 只能这样 说实话我最近这一天一直吃食堂的饭 我已经不太想吃零食了 过于健康有点 就是没有临时也没关系 我已经好像已经习惯了呢 我觉得食堂越做越好吃 主要是我真的对我们的食堂十分的震惊 它是怎么做到这么多天 每天都让我们吃的那么好 那么丰盛的 我特别好奇我们食堂的饭 而不是我们食堂的那些菜 都在哪里储备着 感觉像是那个哆啦A梦的口袋 想拿出来就拿出来 谢谢聪聪的baby一张乎柜 为我送了99个荧光棒 对而且他每天都能拿出来一筐的橘子 和一筐的香蕉 我的天哪 太厉害了 真的 不得不佩服 好靠谱啊 每天每顿都能有三四个菜 然后每天每一顿都有一箱子的那个 一箱子的橘子一箱子的香蕉 好神奇啊 我好好奇这些货都在哪囤着呢 我想去看一眼 体验一下真正的囤货 之前之前就是问问那个社长吗 他他说什么 问社长哎我们的东西够吃吗 社长说放心吧 什么什么什么中心已经储备了足够的粮食 太厉害了 我真的好想去看一眼 我没有别的心思 我只想体验一下 只想感受一下什么叫囤货 那天那天早上叔叔给我们煮鸡蛋吗 他搬了那么多鸡蛋出来 给我们煮 因为我们煮鸡蛋吗 就是大家平时煮鸡蛋可能煮一两个吗 我们煮鸡蛋是要煮一百多个鸡蛋 然后他当时就搬出来那么多 太神奇了 而且还有玉米和红薯这些东西 牛啊 真的是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办不到的 那个玉米太好吃了我希望明天还有 希望明天早上做核酸做完了之后 还有早饭吃 喜欢吃辣吗 挺喜欢吃辣的 但是嗓子不太好 吃多了吧就嗓子疼 嗯 谢谢荧光棒 说实话我我晚饭真的没有吃饱啊 太可怜了 因为到我打菜的时候只剩下了几块肥肥的红烧肉 叫红烧肥肉 然后还有一点那个粉条炖白菜 我跟你们说我平时都不吃肥肉的 但是今天我居然吃了肥肉 没办法 泡面和酸辣粉还有啊 我真的是太有仙剑之名了 在27号那天我就买了很多的泡面和零食 虽然现在零食没了但是泡面还有 然后我以为我只买了两罐那个酸辣粉 但是我发现我居然买了五罐 太惊喜了 就是那天 就是我吃第二罐的时候 我就想着哎呀最后一罐的酸辣粉了怎么办呢 然后结果我昨天去翻我那堆零食和吃的的时候我发现 怎么还有三罐 太惊喜了你们知道吧 就像是我那天翻出来两罐这个柠檬茶一样 真的太惊喜了太开心了 就感觉好幸运啊 啊 对啊我还有存货啊 我有的都是泡面和酸辣粉没有零食了 那个是我买的泡面和酸辣粉不会过期的 嗯 什么这都能卡 我在房间里面都卡吗 可能是你的那个网不太好 应该不是我房间网不好 这家拍档舞台部分的表演快结束了要不要下去 他们好像还有mc环节吧 我可以再播一会再下去 居家办公的感觉真好呀 谢谢玫瑰花 今天舞台感觉比剧场好 嗯 真的吗 是着实没想到呀 嗯 公演直播黑了 为什么 嗯 嗯 怎么会这样啊 那也太可怕了吧 人家还在那表演最佳拍档的节目呢就黑屏了 那这有点 因为今天那个切镜的人和平时公演切镜的不是一批stuff 今天切镜了 也是以前的stuff但是他们不在剧场 他们不在剧场切镜 他们可能是负责拍摄东西什么的吧 啊我们的unit切的真的挺乱的我看到了 我唱那句非常酷的分词的时候他居然没有给我镜头 我好难过 他不是不熟悉我们吧 他他们挺熟悉我们的吧 就是 对分词不太了解 因为不是平时的公演 今天这个公演是特殊公演吗 不是跳平时的内容 所以他们就 啊 中心跳闸了 那为什么我的房间现在还亮着 嗯 也是估计是功率太大了吧 因为他有好多的那个灯光 还有设备 你们看他那个灯光和剧场呢是一样的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对啊正在表演的也太惨了吧 好好的准备好在节目 哦 哦这么快就恢复了 看了还可以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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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我们就在中心啊 嗓子有点干 最近喝的水喝太少了 我今天跳公演吗 虽然只跳了那么几首歌 但是我觉得好累啊 我跳完前两首歌 说完MC 整个人腿都是软的 对太久没跳了 我跳运气的时候 我跳着跳着就没力气了 看得出来吧 跳到后面都跳的没劲了 哦可能是今天没吃饱吧 因为今天只吃了一顿饭 还好不是幻境 谢谢荧光棒 我再看自己是胖了还是瘦了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比刚回中心的时候瘦了 好吧 在家那段时间确实是长胖了一些 因为每天都休息的很好 吃的很好 体重最近也没测过 我们明天要去做核酸 很早就要起来去做核酸 发了呀 今天有发这个 我还没有测 我打算一会就测 但是我现在测完之后明天还要去做核酸 所以我今天测它干干什么呢 我想问 现在这家拍档进行到哪一个 阶段了 他们还在表演是吧 那我可以一会再下去 其实我觉得做核酸 在外面排队做也挺危险的 说实话 你本来在家里面隔离起来嘛 还好你不接触外面的人 但是你做核酸的时候 要接触那么多的人呢 危险呢 危险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记得以前就是总选啊B50啊做核酸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是中心找医生吧来我们中心给我们做 就很安全因为就都是我们中心的人 现在要出去做就有很多 很多其他的 不认识的人 有很多其他人 但是你做核酸的时候 你得摘口罩吧 明天全上海的都要做 那厉害了 那真的是一个大工程 我们明天也是六点左右开始 什么时候才能恢复 不正常 我一个这么宅的女生 都感觉要憋疯了 主要是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很需要呼吸一下 新鲜的空气 我才憋了几天呀 才憋了一个礼拜吧 说实话 现在这个阶段真的好省钱呀 我已经 很多天没有花过钱了 因为你想花也花不出去 啥也买不了 就连买一个便利店的东西 买个小半目的东西都买不了 更不要说别的了 现在外卖 我那天还真的点上看了一下 啥外卖也没有 全都是关门关门关门 然后呢 比如说你在淘宝上买东西呢 它现在也发不了货 所以你干嘛现在买呢 真的好想吃火锅呀 只有游戏玩家这个时候花钱 有道理 以前从来没有觉得 吃东西是一件这么难的事情 以前都是想吃什么 走啦去吃啦 现在就不行了 好吧我要下去了 我要继续演出最后一首歌 拜拜 你们去大屏幕里面看我吧 再见 hello 我又回来了 真呀真方便 省据路上的时间 真的 好方便呀 爱上了这种 工作模式 之前每次10点多 结束公演之后呢 还要在路上耽误一个多小时 一般回来直播都要11 2点了 现在10点钟就开始 就开始这个 公演结束后的直播 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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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怎么乱了 刚刚还挺好的 现在都乱了 哎呀天呐 受不了了 好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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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看了一下回放 也不是回放 我看一下cut 我们那个再见制服 我感觉 光还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切镜啊 主要就是切不到唱分词的人那里 就很奇怪 今天真的发生一件特别尴尬的事情 我们唱Jimmy's power的时候 我们不是最后面走成了一横排 上去唱吗 结果 结果可能是我们的麦的声音太大了 然后那个音响那边就 不出声了 所以我们就是 轻唱 我们就在那边轻唱 自我感动 你们知道吧 就觉得哇塞 我们太牛了 然后就觉得 场面拿捏住了 但是谁知道呢 只是我们听不见声音 屏幕里面都有声音的 我们还在那边自我感动 我们还在那边自我感动 不是的 是因为我们听不到伴奏 伴奏突然就没有了 好像是那个音响 和离我们的麦太近了吧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当时一度十分尴尬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可能不知道我们发生了什么 我们在那儿忙唱 结果呢 结果呢 你们看到的是 是什么呢 是我们没跟上拍子 就很搞笑 怎么说呢 今天这个直播吧 总体来说还是很然的 我觉得 云公眼 越是在这种困难的时刻 然后就越要 给他完成好 记得两年前的时候 也是云公眼嘛 那个时候也是 怎么说呢 那时候也很艰难 也很困难嘛 但是呢 就感觉大家在共同的排除万难做一件事情 还是挺热血的 我扎这个马尾扎的我现在头很疼 因为他这个皮筋绑得太紧了 我整个脑袋都被他勒着 我就说我怎么今天头晕呢 原来是因为扎了马尾的原因 看现在这头发乱七八糟的 为什么我觉得我刚刚的光不长这样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可能是因为我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 光变得很奇怪 我和室友什么时候最佳拍档 要等他回来才能演 谢谢巧克力 为什么呢 为什么就换了一件衣服而已 为什么这个光就变成这样子了 这很奇怪 又黄又暗的这个光 看来不能穿绿色衣服直播呀 我要我要给他挡起来 这样一下就好多了 现在荧光棒 就说嘛 为什么脸变得那么奇怪 这是我非常时尚的衣服 今天衣服搭配是这样子的 还是很暗的 谢谢巧克力 稀奇奇怪怪的 还是开一下打光灯吧 视频组说要给我熬夜剪视频 我想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视频 有的视频就不值得熬夜剪了 我猜 我都不需要猜吧 每次都是一种风格 我看到给我画的那个表情包了 真的蛮可爱的 不知道微信可不可以用 我突然想起来我明天还有工作 对 明天有那个云电源 你们有没有抢到名额 天哪 我明天一早 我明天一早 六点半要起来去做核酸 做完核酸之后 休息一会 就要云电源了 我好像是三点多 下午三点多的 对 可我现在已经困了 今天已经没办法多睡了 因为明天要起太早了 我现在开会直播 然后再卸妆什么的 就要很晚了 我感觉你们每次都在叫我吃饭 我每次打开口袋都是 抢饭了抢饭了 吃到饭了吗 什么醒了吗 该去吃饭了 都是这些 大家每天都在提醒我吃饭 对因为现在吃饭好卷呀 啊累了 都快卷不动了真的 主要是在那边排队等着打饭 真的很漫长这个时间 真的卷不动了 真的卷不动了 救命啊 谁谁能让我有点动力 我之前一直都是top 我都是我们食堂的抢菜达人 我都是我们食堂的抢菜达人 每次都是那种很靠前就打到饭的 但是今天太惨了 中午没吃饭晚上最后一个打的 之前还没有过米饭吃光的这种情况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米饭就一点都没有了 我觉得吧我要和五折或者莫莫相约去打饭 因为他们两个特别积极 是最积极的两个 我每次在下面打饭的时候 我每次在下面打饭的时候 都能碰到莫莫 还有五折 我也觉得让他们微信叫我一下 我要和他们结伴去打饭 他俩反正特别快 下去的特别早 好困了 困了 我之前连着两天和五折一块打的饭 就是很巧 哎碰到了 我俩就连号 后面打久了 走了 效果 编程 为什么五折他睡得早起的也那么早 我就算睡得早也会起很晚 因为我好像叫比较多 我现在当然饿了 我没有吃泡面哪有时间呢 这不是刚刚演出完吗 请示已经没有别的吃的了 我明天一定要去进货 我跟你们说 只要那个小卖部还有货 我就能给他进上一批 今天跳闸 谁能想到呢 我希望他里面的零食会多一点 因为上一次大家抢了之后 感觉小卖部被抢空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吃的 小卖部平时 会有多少库存呢 要是有薯片的话 肯定会抢的 就是不知道 还有没有库存了 现在买东西真的太难了 有钱都花不出去 谢谢 今天也很英俊的狗蛋 为我送了99个荧光棒 明天我要去消费一笔 我不冷 我只是因为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 然后光就很奇怪 所以我就披上了一个 卫衣 我感觉还不如直接把卫衣穿上呢 不然好奇怪 看这绿色的衣服 光看上去真的很奇怪 不会热呀 这两天挺冷的 一会儿我就给你们表演一个瞬间变白 我的袖子呢 为什么只有一个袖子 哎呦喂 头发都乱了 谢谢荧光棒 一点绿都不能让它露出来 谢谢荧光棒 谢谢荧光棒 哎 讨厌绿色 不能把它露出来 哎 不错 再把里面的衣服 顿一顿 好了 我第一次这样穿卫衣 感觉这个方法不错 保暖 谢谢荧光棒 我跟你们说 我上次还买了一顶绿色的帽子 好久之前买的了 到现在都没发货 因为现在发不出来了 因为上海这边疫情的关系 买的是那种 深绿色的帽子 很时髦 但是我现在后悔了 我想把它退了 因为戴绿色的帽子 因为戴绿色的帽子 开直播的话 光会很丑 就像我今天穿的这个绿色的衣服 光也太丑了吧 受不了 对 我买的是那个 棒球帽 我之前还买过绿色的贝雷帽 其实很好看 我还有绿色的小包包 看起来我还是挺喜欢绿色的嘛 因为我觉得春天就要那种 色彩斑斓一点嘛 谢谢巧克力 是的 我知道我有好多帽子呀 我好喜欢买帽子 救命 谁来控制一下我 买帽子的欲望 谢谢秋天的奶茶 对啊 绿色就是我的韵圆色 其实你不care的话也还好了 绿帽子怎么了呀 带绿色的帽子就怎么了 很时髦啊 很好看呀 我才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 只要我喜欢 隐光绿 隐光绿 我今天里面穿的这件 就是荧光绿 它其实是那种绿黄色 黄绿色 就是有一点荧光的感觉 我买的那个帽子是深绿色的 那种老绿色 还是挺好看的 但是它 也发不了货 为什么今天 这个光那么奇怪呢 我记得我 我记得我那个 上一次直播 就刚刚 前面那个直播光还挺好的 现在这个光怎么变成这样 这样会好一点吗 那就这样吧 现在核酸应该都是 张嘴吧 应该不会捅鼻子吧 老绿色 就是很深的绿呀 有嫩绿色 淡绿色 那就有老绿色 就是那种颜色很深的 所以我的荧光色属于什么绿呀 我的荧光色是 葱绿色 葱绿色应该是 应该是那种 就是正常的绿色吧 它也不是很嫩 也不是很老 夹在老和嫩中间 完了我想蹲着直播 这样好舒服呀 对腰有点疼 今天腰有点疼 对的我挑完五腰就会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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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想到我也没有带膏药 我的膏药都在家里 好想把帽子戴上 我穿脸自己把自己勒死 我穿脸自己把自己勒死 无语了 我还想把帽子戴上 怎么会那么搞笑 好了就这样直播吧 差点把自己卡死在这儿 因为因为我觉得这个卫衣这样子绑起来还挺可爱的 看 原来卫衣的帽子是可以这样子的 第一次 第一次这么样子的穿卫衣 这样子就不会冷了 你们知道吧 出门明天出门做和尚我就这样 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子穿过卫衣 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子穿过卫衣 明天我就这样出去 把自己裹得很严实 宿舍不冷 还好吧 但是也不热 这两天降温了 就这样子 然后再戴上口罩 我发现我以前真的 太傻了 我以前 就是天气很冷的时候嘛 我穿着卫衣这样子 都是露出来脖子这样子的 就是那样子正常的穿 特别特别冷 觉得脖子特别特别冻 但是我居然都不知道把帽子戴上 把这个东西绑起来 我真是无语了 我真的 基本上没戴过卫衣的帽子 就我穿到衣服上面 不是我这衣服穿到身上之后 我就不记得它有帽子这么一回事了 所以我都是穿着卫衣 我还戴着那种 鸭舌帽 棒球帽 第一次这样穿 第一次这样穿 以前特别冷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要这个样子保暖 太傻了 明天我就这样出门 然后再戴上口罩 就这样子出去 围个围巾 感觉我像是去卖鸡蛋的 咬三斤鸡蛋 要三斤鸡蛋 其实我知道了卫衣的帽子是可以戴的 我也不可能放弃我买帽子的想法 还是会买帽子 好喜欢帽子呀 我觉得下一次应援会周边就可以出帽子 而且要那种绿色的帽子 绿色鸭舌帽 很时尚真的 好看的好看的 要是出的话 我肯定会戴的 我戴头戴好吧 之前好像真的没有出过那种帽子 就是鸭舌帽那种 什么绿 那肯定是我应援色的绿啊 葱绿色 当然了比葱绿色再深一点也可以 谢谢荧光棒 帽子对头大的不友好 那就做那种加大版的帽子 嗯 如果我现在在家就好了 为什么呢 这样子我就可以去录那种视频了 就是给大家录一录我的帽子的那些合集啊 就这种视频 本来我之前是有这个计划的就是 就是分享好物嘛 谁知道我来我来了中心之后就回不去了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执行这个计划 就是除了帽子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感觉也可以录一些 分享给你们 嗯 结果我现在 结果我现在实在是没什么可分享的 口红盒子 嗯也可以分享口红啊 嗯 中心的衣服比较少 大部分都在家里 当然了我的口红好多其实都过期了 谢谢巧克力 我那口红盒子里面有一部分都是过期的口红了 但是还是在里面放着 就是让它看上去好看一点 其实买口红有的说不仅仅是买颜色嘛 也是买那个壳子 因为它壳子很好看 口红过期了就不能涂了吗 最好就不要涂了呗 嗯 像那种已经什么两三年的 尤其是三年以上的还是不要涂了吧 不太好 害怕中毒 但我觉得吧一只口红真的 很难把它都用完欸 我好像很少有那种用到实在是没法用了 然后就都见底的那种口红 我的那些好多过期的口红 其实都只用了不到一半吧 因为它真的很难用完 尤其是我的嘴巴实在太小了 每次只用一点点就可以 所以 所以嘛他们出口红的那些商家都会出很多颜色很多色好 就是让你一直不停的去买新出的那种 不然它自己心里面很肯定也清楚 那个口红嘛 如果你只买一支 它真的能用一年 所以它就出很多不一样的颜色 就让你每天想着去买新的产品 哦我又凡尔赛了 其实我觉得吧 现在买口红就是买壳子 就很喜欢壳子好看的口红 肯定会有人去收集色号的呀 就是 有的人可能就喜欢收集这些东西吧 越来越觉得这个光奇怪了 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感觉我越来越黑越来越黑 我也觉得其实口红的色号已经没有什么 就是发展的空间了 大概色号该有的都有了 你像红色 橘色粉色 这些色都不知道出了几百种颜色了 其实吧都大差不差的 我涂的最多次数是什么色 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吧 刚进团的时候涂的都是粉色的 或者是那种 橘色 好像涂粉色多一点吧 然后再到后面就涂 大红色 或者是那种橘红色 然后现在就涂 涂的都是那种豆沙色的吧 最近比较流行那种 玫瑰 干枯玫瑰色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凍沙粉吧 我这里正好有一支 就很流行这个 这样子 我没有试过奇怪的颜色 紫色蓝色 黑色那不是中毒了吗 那不是 我可不想中毒 它壳子是 那种丝绒质地的 什么这不是 这是丝绒吗 好像是的 丝绒 我分不清丝绒和绸缎了 我现在已经 就是那种绒绒的 很舒服我摸着 口红还有那种 嗯 因为它这个壳子是那种丝绒的嘛 所以它就是 它里面那个质感也是丝绒的 就你涂上去就是那种 像是丝绒感一样的 雾面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还有那种 它有那种就是很水润的那种 反正口红的质感也有很多种 还有那种 亮面的镜面的漆面的那种 看口红都看饿了 不至于的吧 看口红都看饿了 看口红都看饿了 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介绍口红也能把大家介绍饿了 我还以为只有我在那边讲美食的时候大家才会饿 想吃豆沙包 救命 你比我还可怕你这个人 你真的比我还可怕 我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你居然能看个口红看出来豆沙包 真的我发现了比我还厉害的吃货 救命啊 太搞笑了 太厉害了 看把孩子饿的 这是几天没吃东西了 谢谢巧克力 那个颜色真的很像豆沙馅 确实 哎呀怎么又把我的绿色露出来了 烦死了 从现在起我讨厌绿色的衣服 但是绿色的帽子还是ok的 等我那个到了之后我试一试 戴上那个帽子直播会不会还是那么黑 突然把帽子摘下来还有点冷呢 我知道我穿绿色好看的 但是我穿绿色直播光不好看 我想想我有绿色的衣服吗 啊我这不就是吗 里面这件就是 除了这件我还有绿色的吗 啊有的我有一件绿色的毛衣 之前穿过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个绿色的很绿很绿的一个毛衣 然后还有什么绿色的衣服呢 没了 就那个毛衣是绿的 其他的绿色衣服就没有了 我觉得春天到了就特别想买那种 色彩斑斓的东西 嗯 鞋子有绿色的吗 没有 绿色的鞋子我想了一下有点吓人呢 谢谢荧光棒 我有绿色的小包包 很可爱的小包包 我可以之后拍视频的时候 拍那种 分享视频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好像还没有背出去过 之前的计划全都打乱了 就特别想趁疫情期间嘛 拍一下我的那些 小东西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呀 什么衣服呀什么小包包啊 或者帽子之类的 但是 但是因为不在家嘛 东西不全 所以没法拍 我突然想到了我好像是有绿色鞋子的 但它是那种深绿色的就还好吧 不是那种嫩绿色 嗯 嗯对深绿色 深绿色比老绿色稍微淡一点吧 这是在我这里的概念 嗯 其实我已经买了一些下妆了 真的 我真的下手很快 因为每次到那个 就冬天快要结束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着 夏天穿什么了 因为 就特别想过夏天嘛 冬天过腻了 就很想赶紧过夏天 而且 而且 一般在那个时候也开始卖夏装了嘛 就是 卷死他们 比其他人抢先一步 嗯 嗯 谢谢 HazeL407的一个黄冠 谢谢HazeL407的一个黄冠 谢谢HazeL407的一个黄冠 用爱发电 谢谢这位粉丝 没想到吧 我连那种吊带裙都买了 就那种碎花裙 很很夏天很清新的那种 其实春天也可以穿了 只是 你不能直接单穿一个吊带裙 那会冻死的 就是 我想象的是 可以穿一个白色的西服在外面 就还好了 因为那个碎花裙也挺长的嘛 穿一个 穿一个外套 我已经想象出来了 感觉我要走在 那种花田里面 对就是去年那个白色西服 那个白色西服真的是可甜可酷 你要是配裤子穿的话 它就还挺酷的 你要是配裙子穿的话就很鲜 我好像就那一件白色西服 就是好像也穿过好几次 但是之前给大家的感觉 感觉都是那种帅气的感觉 这一次如果搭上吊带裙的话 就是仙女的感觉 感觉啊 我感觉应该穿那套衣服去拍点东西 拍点写真啊或者是什么视频之类的 就是我都想象出来了 我应该捧一束花 然后穿着那套衣服拍一些东西 就很好看 哇你第一次碰见我的时候 就穿的白西服 就是那个白西服吗 那个白西服还被我们剧场的阿姨夸过 就有上次穿的那个 我第一次穿那个白西服吗 在剧场里面 阿姨就说 匆匆你的衣服都好好看 就说你这个白西服也太好看了吧 质感也很好 然后阿姨就在那边一直夸我那个衣服好看 说我的衣服好看 然后我记得我每次在舞台上穿着那个蓝色的那个吊带那个小裙子 你们还记得吗 就是我跳那个恋爱告急的时候那个蓝色的裙子 就是不灵不灵的那个裙子 然后阿姨也说 阿姨每次每次看到我的私服都会说我的衣服好看 你们最喜欢看我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呀 其实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这个定位一直都没有特别的明确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各种风格都OK都可以去尝试 就是从来没有说固定在哪一种风格里面 所以你们最喜欢看我穿什么风格的我想知道一下 对我确实不想固定风格 但是我想知道你在我在你们的眼中什么样的我是你们喜欢的 原来大家都喜欢抠子哥呀都喜欢帅气的匆匆 欲解封 什么双马尾碰碰裙救命啊 回不去了我跟你们说 什么年龄就穿什么样的衣服 以前穿的次数太多了 现在回不去了 深海之森练习式的衣服 就是那种很酷 很帅的那种 温柔姐姐 你们说的是上次我编的那个麻花编吗 侧麻尾不是侧麻花 蓝色毛线外套 可能是比较温柔吧那个外套看上去 狗蛋同款很漂亮 那还有你说吗 不好看我能经常穿吗 黑白搭配永远的神好吧 红裙子 我好像没有红裙子吧 只有在公演的时候 穿过剧场的红裙子 我自己还真没买过红裙子 但是我最近对红色很感兴趣 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特别想买红色的衣服 但是红色衣服说实话挺挺难穿的 特别好看的 除非你就 就是穿成那种复古港风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以前有过红色的一个小上衣 就是披在外面的那种红色的 我记得2020年的时候 剧场 剧场刚开业的时候 就是剧场复工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不是有疫情吗 然后后面剧场就复工了嘛 复工的时候我穿的就是 红色的 对呀我有黑色的小西装啊 对呀我有黑色的小西装啊 红色的衣服了 我觉得红色内搭配一个牛仔外套也很好看 很复古 只可惜现在就想一想 根本没办法买 因为 也发不了货呀 然后等疫情结束之后 能发货的时候 万一会比较晚呢 到时候万一就穿不上 就穿不到了呢 穿古装就不怕挑季节了 那也是要挑季节的呀 冬天穿古装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冷的 因为 确实经历过 太冷了受不了 就是 现在 是 主要的 提出 一杯 不潮 前后 昨天 不 我 早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又买什么绿帽子 又想买红衣服 可能就是因为春天到了吧 就想整点那种颜色鲜艳的 而且我平时的衣服好像都是那种 什么黑的白的这种比较多嘛 就突然觉得好没意思呀 红绿灯红配绿 说到之前拍的古风的PV要等到最大拍档的时候才能看到 这等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 我突然发现我好像真的那种花花绿绿的衣服很少 就先不说颜色吧 就比如说我的衣服好像都是那种比较 比较简单的那种吧 就是就比如说一个卫衣嘛 就这个卫衣嘛 上面可能 就是花纹也是那种特别简单的 就没有那种 就没有那种特别花里护哨的那种图案 所以我觉得可以整个点花里护哨的 就很可爱 花里护哨指的是哪种 就是不是说它颜色一定要很花或者很亮 就是说它图案可以稍微丰富一点 就是我那种图案比较丰富的衣服好像很少 我都是非常单一的色块 五彩斑斓的黑喜欢吗 那这个东西就有点高级了 其实黑色也分很多种 如果真的能做出来一件五彩斑斓的黑 就是各种黑拼在一起的好看的衣服 那真的还挺难的 那就是艺术了 西红柿鸡蛋的背心 你们能不能不要叫它西红柿鸡蛋呀 为什么要给它想一个这样子的名字 突然就感觉这衣服很搞笑了 人家那明明就是 什么叫番茄鸡蛋 你可真有才 你是起名其才呀 你是七朵花 为什么一个比一个土啊 这不能叫人家小花花吗 你们能不要暴露你们的吃货本性啊 太可怕了 对呀人家叫小厨菊好吧 还西红柿鸡蛋呢 无语了 这个名字有点太接地气了啊 一点都不时尚 就显得非常的不时尚 今天我可没有提那些吃的 是你们自己把自己说饿了 这样白色唯一可以叫棉花糖 呃我我竟无法反驳 这样看确实挺像棉花糖的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你怎么你怎么不叫他白面馒头呢 笑死了 里面那件是青团吗 我觉得他的颜色更像绿舌头 特别像我做的吐司面包煎鸡蛋 救命啊 没救了 你们真的没救了 你们从此和时尚无缘好吗 再见吧 你们你们只能聊吃的 和时尚没有缘分 为什么 你打的是这个石 牛 你牛 太牛了你们 救命 你们太厉害了 震惊了 震惊了 为什么我聊一个时尚的话题也能扯到食物上 太可怕了 我现在在你们面前 我现在在你们面前就是一道美食 我的棉花糖上衣和黑糖裤子 还有我的樱桃小嘴 原来我现在在你们面前就是美食 救命 救命 豆沙小嘴 你够了 你太过分了 我都无法想象了 我每次在你们面前出现竟然是一道食物 我一直以为我挺过分的每次直播都要聊吃的 没想到最过分的是你们 你们已经把我想象成食物了 烦了 那我明天 我明天打算穿那件衣服 参加云电源 完蛋 你们到时候肯定就把我想象成一块饼干了 我明天想穿卡其色的衣服 你们知道吗 我好累 我好累 天哪 我真的有点自亏不如了 大家 作为一个吃货 我已经自亏不如了 还是你们更厉害 受我一败 这个疫情真的再不快点结束 你们一个个都要疯了 你们已经出现了幻觉 你们知道吗 太可怕了 说啥话题都能扯到吃的上 这个疫情真的是害人不浅 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我今天好不容易狠下心来不说吃的了吧 结果呢 你们在那边激动啥呢 我早就饿了 我早就饿了 说实话 我早就饿了 但是我现在整个人是蒙的 但是我现在整个人是蒙的 我比较蒙的一点是为什么 不管说啥都能扯到吃的 不行 不行不能再吃了 因为要早点睡觉 你们吃吧 我觉得你们已经没救了 我已经放弃报复你们了 太可怕了这群人 就感觉 几百天没吃过好东西了 已经产生了幻觉 真的不能吃了 因为明天那么早就要起来 我必须得早点睡觉 我要去梦里面找美食了 希望我能梦到我吃火锅 谢谢玫瑰花 好的 那我就先下播了 早点休息吧 拜拜 明天云店员见吧 拜拜拜拜 你发那么多手掌好像你在打我 我仿佛看到了很多巴掌 太可怕了 拜拜 就感觉这个巴掌要向我拍过来 好可怕 太可怕了 给你们一巴掌 拜拜 拜拜 为什么还有正着的 我第一次发现还有这样子 这样子就挺可爱的 感觉很傻 为什么还有两个手 我刚刚差点看成两只脚 你们知道吗 太搞笑了 怎么还有这样子 原来这个手势有这么多 怎么还有这样子的 太牛了吧 鸡掌环节 鸡掌环节 各种花样的鸡掌 还有这样的 救命啊 还有脚和腿 好了鸡掌环节到此结束吧 大家的这个鸡掌都非常的热情 拜拜拜拜 晚安 长见识了 长知识了 原来说再见有这么多种方式 好的吧 那就真的再见吧 明天云店员见 祝大家都做一个好梦 可以梦到美食 早点休息吧 下播下播